我真无法想象 这么一个节目 会让这个级别的艺术家来参加 厉害 我喜欢这个 我要问一下他 你们都订上这幅 友哥 你那个蒸起来了 怎么出价子在那 在聊哪里的海鲜 都得最好吃吗 我猜这是黄海的 不是 这是东海的 东海的 我觉得还是红烧 我觉得清蒸 真的 这个画家我是认识的 真的吗 他还来参加 我不可思议 他很厉害 他已经很多人追捧的 他不是一个新闻人 他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有名的艺术家 他叫什么名字 游泳 我先问问他 我做了 我厉害 好 好 请已经与五位策展人 交流过的画家礼唱 有请画家 游泳 善浩祥 赛本源入场 加油 加油 可以的加油 加油 加油 经常听到这个名字 而且我之前也看过他的展览 他是一个业界是非常厉害 非常优秀的一位艺术家 他的绘画能力跟他在市场 或者是在艺术上面的位置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明白 所以我非常惊艳 杨老师 游泳是一位画龄有三十多年的专业艺术家 他的老师 杨飞云 刘晓冬 何玉红 都是当代画坛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所以游泳是师出名门 他签约了中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当代艺术画廊 唐人当代艺术中心 今年八月他已经在唐人总部办了个展 像他这个年纪又有了这样的成就 还来到这里真的不敢相信 厉害 今天为什么会带这个 那么长的一个作品来 我觉得这张是我挑战过最大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给它写了一个名字叫 写生海错图 海错的意思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对 海错是 海错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的一个意思 它是上书里面古代的一个称谓 就是错是错终复杂的那个错 不是对错的错 这是好多好多的意思 它还是对一种丰富和富足生活的一种 向往和期待 明白 好棒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你 这个应该是木板 一般都是i on canvas 就是在画布 on board 对 on board 那你觉得用木板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手感 就是布的话呢 它的手感是比较吃进去 吃进去之后 它第二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起效果 如果只剩第一遍就 塑造的那个密度感就不够 木板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直接画它的那个笔感会更好一点 它那个笔触能立得起来 对 所以是因为画不同的题材 还有不同的那个 是 因为这个是要速战速决 每一盘鱼我必须一天画完 就因为画完要给它吃掉 所以就是一天有一天的工作量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六点起床去买菜 大概八点回来开始准备画 一天画下来到五六点天就黑了 把它煮个亮好 然后再烧起来吃 然后这样一共差不多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每天会就画一盆鱼吃一盆鱼 这个不单是一个艺术作品 也是一个行为艺术 对 对 很有趣 可是我知道你呢 已经是在那个市场上 已经是很有名气 你的画也已经 也有很高的价值 那 你来了这个节目 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 哎呀 如果我们的所谓的特长人 不懂事 然后 没有好好把你 把你招呼好 然后 人家比拼的时候 可能 会有一种落差 那你要这个担心在里面吗 我想象过这个 对 其实我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艺术家 或者一个画家 我觉得 如果画画是为了名利 而考虑那个东西 会很不自由 不对的 对 是 不自在 我追求的其实是一种自在的一种状态 是 而且这种电视节目 是给大家看的 这个为我的创作 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 语境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有时候那个 你说 市场的价值 也不会比那个生活体验来得更好 是的 是的 人还是应该活得更自在 更 不被这些东西限制 请不吝点赞 就是